2018年4月,堪称现象级的选秀节目,创造101被推出,伴随着节目热播的同时是这一群女孩命运就此改变了。 节目里,来自多家经济公司,被101名女练习生相互竞争,最终节目确定前11位练习生,作为女团成员出道,孟美琪、吴轩怡、杨超越、张自宁等11人,组成了火箭少女101,进行了一起两年的活动,限定组合,顾名思义,一代约满,随时可能分崩离析。 这是一位选手,本就各自分数,原经济公司,成团后又签了周天娱乐,腾讯创造101的项目公司,孟美琪,C位出道,其和吴轩怡在参赛前,就已经同属宇宙少女组合,经济公司是Starship Entertainment以及乐华娱乐,他们在参加101选项的时候,也是以乐华娱乐艺人身份组团参赛。 第二,张子宁,本是麦瑞娱乐的艺人,2017年8月16日,CMERA组合在北京正式发行,第一张迷你专辑天生,宣布出道,可以看到,最后签约的这些女孩,并不是纯素人选拔,大多是有背景的。 比如说乐华娱乐,是国内首区一职的娱乐公司,最早逝选韩国造星模式,打造过男团UNIQ,旗下还有一人韩庚,周比畅等。 这些女孩,虽已成团出道,但却受制于原生经济公司,在这样的情况下,公司之间的博弈在所难免,这也就是矛盾所在,公司都想要一人为自,紧谋到最导化利益。 关于诉求,101平台公司,希望火箭少女在合约期间,只服务于这个团体,而乐华则希望梦无二人兼顾宇宙少女,两边都能开花结果。 换句话说乐华希望能让两人更多留在本公司掌控的组合里,这样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,所以这就是最大的矛盾。 7月8日晚,几位火箭成员的原经济公司,分别接走了自家女孩,矛盾出现端倪。 火箭少女,101个成员粉丝团发表联合公告,成团发布会因不可套欲无法如期举行。 时间过了一个月,矛盾就计划了。 8月9日,卖月娱乐、娱乐华娱乐发表联合声明。 按照孟美琪、吴雪莉经纪公司的解释,主要有几个要点让他们最后决定,与海南周天公司停止合作,超负荷的不合理工作安排。 许一人生活作息全无保障,乐华公司从一开始,就是签订两团并行合约,希望双方合理安排工作。 但与海南周天公司协商未果,惨遭拒绝,海南周天公司是腾讯的子公司,上海腾讯起额影视文化公司时期最大的股东。 万而言之,乐华和麦瑞是和腾讯正面宣战,额场也是不可能吃哑巴亏的。 就在同一天,腾讯视频创造101以及腾讯视频官方微博火速回应,白字黑字中,海南周天正面回击,强调拥有三位艺人的独家经济权,其他公司未经允许,不得与这三位艺人开展合作,否则就是侵犯了正当权益。 四天后又一次发表声,明涵强调,要求各方不能与托团三人进行合作,就等于堵住了他们的各种商业计划。 海南周天声明发布不久后,孟美琪、吴轩宜、张子宁做了一个奇怪的操作,各自在微博写下聊聊书语,这是做好了艰苦奋斗两年的打算。 在今天,海南周天继续出招,打出了一套组合拳,宣布将采取的法律举措施,针对乐华娱乐与麦瑞娱乐以及孟美琪、吴轩宜、子宁三位艺人的严重违约行为,已经分别依法提提诉讼。 海南周天此次不只是提诉公司,还上升聚艺人,网友推测退团三人组马上就要flop了。 面对乐华、麦瑞与腾讯的刀光剑影,网友及其形象的形容,刚入宫的珍娱已经死了,乐华你忘了,是您亲手杀了她,陈切身有护露珍娱,从声明中也可以看到腾讯的抢硬不止针对公司,也起诉了一人。 彩虹不久的几位小姐姐,躺着野中枪,其实对于爱都退团,粉丝也是有自己的想法,比如张子明一些粉丝,那叫一个着急。 我看你是风球了,腾讯的所有资源都不想要了吧,人家人气是tub资源不缺,把人叫回来,你能给子明什么? 开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表示,直去鹅,鹅死累了,已经提起诉讼了,鹅开始采取措施了。 网友面对团队成员接二连三,详细走人的消息,不得不感慨,火箭少女可能名字取错了,毕竟火箭发射都是要先前,提拆分,还组什么中国第一女团,寿命最短的中国女团,这是一个女孩的成团,是大家一票票pick出来的。 前不久,还出了神曲卡路里,他们当下人气不低,没想到,此曲竟然要成为绝唱,火箭少女的成团之行,一直是命运多舛,解约声音不断,在这个节骨眼上,大家就隐约感受到乐华和腾讯之间,肯定是要大干一场。 孟美琪和吴轩宜同时属于两个团,根据网友爆料,乐华和腾讯,新传都签了合约,相当于乐华把自家艺人出售给了两家公司,导致了腾讯和乐华之间矛盾升级。 宇宙少女所属公司当时方面表示,下半年,成员孟美琪和吴轩宜会以宇宙少女的身份活动,但是,101公司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, 创造101的总制片人之前就有要求,未来两年内,吴轩宜和孟美琪只能再获建少女队里工作。 乐华一直被传和腾讯签的是个掠舍合约,和新传这边签的这社两团并行的合同,白转的是,7月3日,新传联和乐华再度发生,在参与节目录制时,与节目方面签订的合约是可以两个组合活动并行, 一人参加为选秀刷了热度,原生经纪公司又不想遵守后续的游戏规则,所以怎么办? 从这次解约风波来看,腾讯之所以如此强硬,也算是杀起景侯,以景校游,因为前段时间,网上流传道真本人也想退团消息,网友评价,要是逻场现在不,及时出面力瓦狂澜,树立正统地位,恐怕地位不保, 其他成员以及公司,只会争先恐后的自立门户,虽然成团发布会会在8月18日举行, 但这剩下的8人,成团后还能不能保持之前的热度和发展前景,还是要打一个问号, 今年夏天,火箭少女通过101刷爆了各种热度,他们终于打开了梦寐以求的走红之路, 讲真,没有101这个平台,火箭少女们还要花上几倍的功夫,才能达到如今的高度, 但节目把艺人捧红,一旦要分享成果的时候,平台方和经纪公司的矛盾就激化了,成为云绝波轨的较量。 火箭少女,可以瞬间发现穿红,当然也可以迅速掉头下下,就此陨落。 所以,受影响最大的始终是这些初出茅庐的艺人,火箭少女之后能否一直走花路, 有是否会胡传递心,只能瞧手以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